作为中东强国,一直以来,伊朗就备受关注。 尤其是其多次反击美国的制裁,直接和美国正面互更后, 每一两国之间的矛盾,变成了多个国家关注的焦点。 美方宣布对伊朗进行各种制裁,伊朗应对制裁做出的各种反击。 美方向中东地区派出大量的先进武器,已对伊朗施加压力。 伊朗已退出部分伊核协议,以及本国的重磅武器,对美国进行反威胁。 你来我往的。美方想打不敢打。 伊朗不想打,但也不怕打。 以至于矛盾进行了如此之久。 两国一直以来还是僵持不下的局面。 而如今,美国还没开始有所行动。 伊朗国内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。 我们知道。 实际上特朗普十分期待和伊朗进行谈判。 早前特朗普表示,期待收到伊朗的电话。 但伊朗却没能让其得偿所愿。 近段时间。 美方再次做出了努力。 针对谈判问题。 美国方面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的凝视暗示。 甚至是其日本小弟都怕上了用场。 本以为两国之间的谈判指日可待。 而伊朗内部却因为谈判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。 据媒体方面报道称。 针对美伊谈判。 近日,伊朗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。 其一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了不谈。 而另一个态度相对软化。 表示还有谈判的可能性。 这两种声音,分别来自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。 据悉,哈梅内伊表示拒绝谈判。 其称和美方进行谈判。 对伊朗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。 还意味着伊朗要放弃军事能力。 对伊朗来说有害无益。 而鲁哈尼则表示道。 双方之间的谈判,不是没有可能。 但前提是美方放弃对伊朗的制裁。 并履行早前做出的承诺。 而且鲁哈尼还称,希望美方能在行动上证明。 表面上来看,鲁哈尼和哈梅内伊,双方各持己见。 像是发生了内讧。 实际上,这更像是其对付美国的策略。 双方都明确地向美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 对美国实行软硬施加。 我们都知道,虽然美方寻求和伊朗进行谈判。 但是以特朗普的一贯作风来看,若是双方就此进行谈判,那无疑美方将会向伊朗提出,比现在更加苛刻的条件。 很显然不是伊朗寻求的。 而哈梅内伊是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。 几乎拥有所有主要政策的决定权。 其态度强硬很大方面能给美方施加一定的压力。 让美方了解到伊朗的坚定态度。 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伊朗方面将会坚决拥护。 但如今两国之间一直僵持不下。 也不开打。 也不谈判。 一直僵持不下。 实际上也给伊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 伊朗恐怕也意识到,只有通过谈判,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。 因此,鲁哈尼没有完全对美方关上谈判的门。 双重压力。 可能伊朗是想让那个美方率先表态。 只是如今的美方,恐怕也是进退两难了。 因为很有可能最后会导致美方得到的结果是。 在这场矛盾中,白忙祸一场。